我是万万没想到,把桃子放绞肉机里搅一搅,瞬间编成一道甜品店里的招牌甜品,柔软口弹,果香浓郁,特别适合夏天吃,一圈三连求个关注。 首先把桃子洗干净,去掉桃盒,裹肉切成小丁,全部切好放到绞肉机里面,加入半碗清水,然后盖上盖子把桃子搅碎,搅碎之后用个漏勺过滤一下,这样吃起来口感更细腻。 我这里是500克果汁,60克白砂糖,130克的豌豆白粉,充分呢,给它搅拌均匀,下面锅中加入1000克水,也就是5倍的量,扣上盖子大火烧开。 水开之后,把火调为小火,倒入我们调好的糊,边倒边搅拌,搅着搅着你会发现这个糊越来越稠,要不停地搅拌,使它受热均匀,这个过程都是开小火慢熬。 烧开之后,从小气泡,咕嘟咕嘟地变成大气泡,还要不停地熬,不停地搅拌。 最后一直给它熬到,搅起来馋子有阻力的时候,上面的气泡特别的密集,这个过程大概熬了6分钟左右。 用馋子调起来这个糊,思流不断就可以了。 找一个玻璃容器倒进来,放到通风处,或者是冰箱保鲜,量制定型。 看一下,这是定型以后的成品,拿在手里口口坍坍,有韧性。 然后我们刀上沾点水,竖切几下,横切几下,把它切成漂亮的小方块。 在上面撒入一层椰蓉,增加它的香味。 这样一款非常好吃的桃子椰蓉膏就做好了。 柔软又口坦,果香浓郁,特别适合夏天吃。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做法呢,非常简单。 今天的美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了。 最后呢,别忘了帮我点赞,收藏,转发。 感谢您的支持,下期视频再见。 感谢您的支持,下期视频再见。